历史上的妓女,公妓、营妓、官妓、家妓、民妓,其中有一类很特殊,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妓女概念似乎比我们所说,所理解的要宽广。 一些专家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妓女有两大类细分,有五类大的来说,有艺妓和色妓之分,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如同之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而后者主要出卖色相,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娼妓,但是如果在细致划分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妓女由公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组成今天。 我来着重说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官妓她的创始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管仲,曾经帮助其桓公就和诸侯其国的强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管仲的帮助而管仲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进行了盐铁专卖,并且设立了官妓这个行党,战国侧东周侧中其桓公公中其是女驴七百其中的女驴, 只妓女居住的管,所以就是后世的妓院,顾名思义官妓,就是经过官方许可的皮肉生意。 在管仲之前这样的行业,当然也有但都是违法的行为并且,国家非但从中得不到丝毫的好处,而且,还需要花费大力气去整顿纠察。 而管仲将其变为官营以后就彻底改变了他的性质从此以后,妓女也需要执照才能合法经营。 事实上,自从有了官妓以后就有很多官,远用各种名义前往秦楼储管之地寻欢作乐,并且很多时候他们还不给钱。 作为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欲望,从来就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尤其是在古代军队和上层社会中,对于欲望的需求,一直都非常强烈。 所以,这项从管仲开始制定的政策一直传承了千年唐朝,时候朝廷还有专门的教方司,里面就是各种官纪。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唐朝教方司的官纪是不可以和官员以外的人员交往,的同时他们也没有人身自由,不能随意走动只有等到年老策衰。 说不定才有机会脱离间级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很少能找到正经人家的,很多都像琵琶形中的那个女子一样最终嫁给了商人,而商人恰恰是古代社会中政治地位,最低的一类人他们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能穿绫罗绸缎,甚至连和官员师范都不能有凳子。 官纪中妓女最初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犯人而是奴隶,要知道在先秦时代,中国各地还有奴隶制的残留很多国家战败,以后女人就会被抢去成为奴隶。 而观众所开设的女女,很明显就是用这些奴隶身份的女人来营业的等到后来,奴隶制不再成为主流犯人,便成为了妓女的主要来源影视剧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官员在犯罪,以后她的家人也会被连带惩处。 其中女性往往就会被送到教方司变成官纪。 另外史书之中还有关于官方前往奴隶市场购买官纪的记载。 万物元史说,汉武史智营记以待军事之无期视者南史说,其费地每夜折开后唐智营署中一面。 唐朝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彼时朝廷从上到下都有公开辖祭的习惯。 在像节度使这样的朝廷大员会去,那些进京赶考的书生们也会辖祭。 所以有关唐朝的小说中,有很多都是发生在秦楼储馆之中。 主角也往往是赶考的举子和妓女唐度母的春末提池周弄水亭中说道,嘉宾能笑勇官纪巧装书,但是即使在唐朝官纪,也是不是私人的财产,不能随意带回家中。 比如说唐朝的名将李胜在镇守成都的时候,因为得罪了当地的节度使张言赏张言赏,便阻止他将当地的官纪带回京城。 双方围绕这个妓女的最终归属弄得好不愉快。 当然通常情况下,虽然有官纪不能属于私人的禁令大家,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李胜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唐朝官纪虽然不能带回家,但是私人家中是可以豢养歌姬的。 比如白居易就有两个心爱的歌姬并且在官员们之间也经常会有互赠歌姬的事情,他们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是为风流运势。 到了宋朝以后官员侠继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朝廷,已经开始明令禁止官员们召关继事情的行为,妓女们在理论上是只能表演舞乐而不能发生性行为的。 但这项禁令在执行过程中并不严格,还是有很多地方州府的官员对此事而不见毕竟天高皇帝远,为人真的会和风将大力,过不去。 宋史太宗继一中,就记载了纪元县官继百渝,一次将校到了元代以后教方,私,已经开始越来越严格,甚至有了正规的办理手续,甚至还有了缴纳税费的义务,并且还有缴税凭证,同时朝廷还颁布法令,严令禁止官员们逼梁为娼,同时身,处在元大都的妓女,们还有服务外国人的义务。 历史上豢养官继的行为,直到清朝雍正皇帝,的时候才被彻底废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城从此就没有妓女。 历史实上此后北京城中,依旧有大量的妓馆,京城中的八大胡同,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地方,而且,前往此处玩乐的贵族公子们还不在少数。 可以说在一千多年的官继生活史上,毕竟有许多女性沦落未娼妓但她们却不愿堕落她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在她们的生活中处处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争得独立的人格尊严,她们往往十分执着,不惜舍弃奢华的生活,甚至为此现身参考资料。 战国策东周策,万物元史,南史,春末提池周弄水亭,宋史太宗俊一。